中國漁船反覆事件是造成兩岸爭議 而這是有澎湖的漁民就發現了 青梅海域呢 其實在18號出現了一艘越界作業的中國漁船 不過好幾個小時喔 都沒有看見我們的海巡艦艇到場來執法 所以漁民就質疑了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時機太敏感 海巡也變得執法保守 大陸漁船18號一早9點多 就出現在澎湖青梅南方七海裡附近 越界作業了好幾個小時 都不見我海巡艦艇 澎湖漁民懷疑 是不是因為金門事件發生後 海巡執法自我限縮 他們在下網 下那個農子那種房子 過一兩個小時又回來收 幾個小時 中間都沒有我們的這個 這個巡房艇 完全沒有 這件事剛才在延伸了 所以說他們派那邊說 不要再說有那件事我算這樣 是是是 然後正常以外看 是都有 然後又有穿著冷海 實際上澎湖海域出現 大陸漁船越界作業 根本就不是什麼新鮮事 對岸漁民經常滿載漁獲 才肯調轉船頭打道回府 漁民希望海巡執法 千萬別受到金門事件影響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跟金門家那裡 以後有人紙包那裡去刺激 是是 新鮮沒有順庫的區域 都沒有遇到去刺激 十六鷹民有報案 他們主動發現了 通知我們 我們一定會去處理 而且我們是堅定執法的立場 是是 就不會因為那個事件 有所退縮 或者是改變我們執法的立場 由於大陸漁船海上作業 很容易破壞海洋生態 讓澎湖漁民非常反感 海巡署強調 目前海上執法一如以往 絕對沒有任何轉環空間 同時也呼籲漁民 發現陸船越界立刻通報 海巡艦艇將會盡速到場 嚴正執法 記者林季彤 澎湖報導